走 你回来呀 还没回来 你呀 别着急了 都这么晚了 街上早就没人了 梓哥 进口 大哥 哥 你怎么有空来了 快屋里坐 是啊 到屋里喝杯茶去吧 大哥呀 你可真是稀客呀 大哥 最近杂货不太好找 这服装加工厂的生意呢又很清淡 有时候衣服做好了送到工厂去 可拿不到一分钱 所以 你这什么意思 我又不是来讨债的 又不是问你要钱的 谢谢你啊 大哥 你可真是好人哪 雨晖呢 没回来啊 没回来啊 还没回来啊 是啊 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啊 她在外面打架了 打架 她跟谁打架呀 没关系 人没事的 可是这雨晖从来不惹是生非的 她要是动了手啊 肯定是别人先欺负她了 说不定啊 雨晖又吃了亏 翠儿说得对 这次啊 是老黑那帮人先欺负她 她才还手 跟他们打架的 但是坏说回来 这次 不是老黑那帮人的错呀 那是雨晖的错呀 不 我 金泉 又是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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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去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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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五熊在里边 在就在 喂 喂 哎呀 到底怎么了 你信不信 五熊正在跟你妈 搞咱们两个人的状 说咱们俩打架的事 就 就算她不说 妈也咋我会知道的 咱 那 那怎么办啊 你是舅舅 你还问我怎么办 对啊 我是舅舅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哎呀 我看哪 我们除了爱骂还是爱骂 没别的办法 进去吧 哎 你不是饿了吗 挨完骂就能吃饭 走吧 你老是事 祝恢和家王一直不合 但我觉得 玉辉这个孩子啊 很懂事 很尊重长辈 所以 我一直都把他 当作我的亲爱上 可我就怕 景泉把他带坏了 景泉 虽然他一辈子 没跟正经一样 可心地并不坏 心地并不坏 没错 可是他也没做出 什么样好榜样 让玉辉来看的 放了 哥说的也是 你会毕竟那么小啊 听哥的话没错 让他出去闯一闯进进世面 他就会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高学历 又没有一技之长 你让他到外面去闯 他能做什么呀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 就是 像他这种败家子 早就应该离开我们曹家了 免得把我们曹家的脸面都丢尽了 书下 雨晖是个好孩子 什么败家子败家子的 嫂子 那个女人抢了你的丈夫 她是你的仇人 为什么每次我替你出气的时候 你一定要替她说话 书下 你错了 我告诉你 她没有抢我的丈夫 我跟金方像姐妹一样 你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的 嫂子你 书下 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曹家自己的事 与你们文家没有关系 好 书下 走走走 瞧 大哥 你别走啊 你再坐会儿啊 小谷啊 大哥一向对我们很好 这房子也是他让我们住的 都住了十多年了 既不要房租 也没说要回去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跟他伸手要钱 他从来就没拒绝过 既不逃债 也不要利息 你 好啊 这个短命鬼 死家伙 没良心的东西 每次我跟他借点钱 他就诡教诡教的说没钱 你借就有了 你是不是跟他 小谷 你胡说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呀 你胡说 你胡说 你胡说话 对你不客气 一会 别没打没想的 妈 过来 怎么样 你这个有娘生 没娘叫的东西 你 你有人叫 叫的你没男人要 臭鬼 我挺好的 从现在开始 你再叫我一声骚鬼的话 老娘叫你吃不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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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你怎么样 我打你怎么样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你 我是曹家的千金 我这边相亲 我这边相你 我中间相钻石 我比你贵重多了 你想打我吗 你打呀 有酒你打呀你 我告诉你 老子是丢金户的 我就打你个 经过我身上 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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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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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都没听到什么 妈 你怎么这样说 你都骂我也都算了 你还骂我 让这些坏人看笑话 将你这种奉执拉做的 什么吵扬老师的女儿 十个都顶不上我一个座话 你怎么说这种话 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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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有点 我都看见了 你都没验我 妈 妈 小姑她 你别为她说话了 这个家她爱住就住 我住就搬出去 好 都看我不顺眼 我走 我走 小姑娘 小姑娘 妈呀 这沈根王爷的 女人在找哪儿去啊 删那儿去是她的事 别整天在这儿闹 吵死了 琪 金权呢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现在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高兴了吧 高兴啊 你高兴不太高兴了 你还说 妈 我自己就向你做生对不起 你想想起 我没有生气 我就想教训教训树霞 她整天都游手好闲的 一回家就找你的麻烦 我要让她知道 没人管是什么滋味 小姑娘 小姑娘 你真是做一件大事 我支持你 支持你 小姑娘 小姑娘 你给我闭嘴 你要是再这样 你也给我搬出去 不说我呢 有你们 小姑娘 你可不可以 我这个打包干什么 我们就要去做 会举手 居然 çiwi 我们也athers 你快到了 我可能也会带你 我被我妈给赶出来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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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霞 你还真在这儿啊 镇长 金凤啊 说他可能在这儿 没想到他还 谢谢 跟我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放下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翠娥是金凤教你来的 是啊 金凤说了 说他要是自己来呀 他怕小姑不愿意回去 所以我就 算得识相 你回去跟他说 除非他弟弟和他儿子滚出曹家 否则我就睡大街也不回去 苏霞 这么多年来都是金凤养着你 你不能太小气了 我小气 如果不是那个扫把星 我们曹家能败吗 我哥哥会死吗 哎哎哎 书霞 话可不如乱说 你小心阎王爷啊 抓你去捡舌头 哎呀 好了 这是我们曹家自己的事 你们万岔插什么嘴 你 你 你回去 只要有金凤他们三个人在 我就绝不再踏进曹家半步 真的 真的呀 真的 而且你回去 你回去 你回去啊 哎呀 苏霞 这可是你自己把人家赶走的 到时候你想回去可就难喽 是 你看着 他们到时候啊 肯定会哭着求我回去的 哎呀 你少啰嗦 拿酒来 你 哎 好了